这个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他纳闷的缓缓转过头 发现胳膊上插着根管子 正在像贴着他照片的塑料模特书写 男人叫狗蛋 他正在给一具塑料模特穿衣服 鲜艳的红色连衣裙 配上绿色的指甲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红配绿 在狗屁吗 再给模特配上个奇刘海短发 拿几照片打亮一番 和照片上的女人不够像 于是狗蛋把女人的照片剪了下来 贴到模特脸上 仔细欣赏一番 好像还是去点什么 啊 原来是口红的颜色不够鲜艳 仔仔细细给照片涂上口红 狗蛋满意急了 抱着模特就是一顿梦境 正投入呢 门铃响了起来 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出现在门外 狗蛋一脸懵逼 这个女人是她女友 前不久跟别人跑了 狗蛋心里一直放不下她 这才把模特打扮成女友的模样 一解相思之苦 现在女友又回来了 还是来求复合的 狗蛋开心的就接纳了她 时而复得让狗蛋乐开了花 又给女友涂绿色指甲油 不得不说啊 这个绿色真的很有善意 还很心机的 趁机给女友戴上求婚戒指 可怜的模特就这样 被遗忘在门后 两个人来到客厅 狗蛋让女友睁开眼 看着狗蛋准备的生日蛋糕 女友露出甜甜的笑 惑不及待的打开礼盒 摆在上面呢 是两个人的合照 照片后面写着 有你的笑才完美 女友显然很感动啊 正准备再看看礼盒里的相机 手机却突然来了消息 她拿起来一看 脸色瞬间变得不对劲 是隔壁老王发来的信息 女友对狗蛋说 她闺蜜失恋了 她要去安慰一下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相当服养了 显然狗蛋一脸难以置信 尽管女友临走前给了安慰文 狗蛋依然很失落 这边女友见到了隔壁老王 老王深情款款求复合 女友摸着狗蛋送的求婚戒指拒绝了 老王又提出来个告别文 而这一幕恰好被狗蛋看到了 回到家 狗蛋若不其事的叠了些纸传 陪着女友开开心心的洗泡泡浴 女友随手拆开个纸传 竟然是他和老王的照片 一浴缸的纸传 全部都是 女友恼羞成怒的摘下戒指 砸向狗蛋 这简直就是个变态跟踪狂啊 女友马上收拾行李就要离开 狗蛋哪能轻易放他走 拉拉扯扯直接 门后的模特摔了出来 女友一看这还真是个大变态 一把推开狗蛋就要走 狗蛋呢估计也有点上头了 女友难以置信的看着狗蛋 狗蛋也蒙了 女友倒下很快血流了一地 都蔓延到了模特身下 狗蛋赶紧把女友的尸体处理掉 再撕掉所有烧片 这个时候地上的模特发出了水吸声 血液也在减少 接着模特的手指动了动 模特竟然活了 还变成了女友的样子 狗蛋一脸惊恐的看着模特 缓缓站了起来 狗蛋猛然惊醒 他正在庆幸这是个梦 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血迹 瞬间慌了 原来他真的杀了人 这个时候浴室传来水声 狗蛋小心一一地凑过去查看 模特女友正在洗澡 他洗完澡 就研究起狗蛋送女友的礼物 看到照片上的字 有你的笑才完美 然后拿着相机四处去浇 一下子就看到了 垃圾桶里撕碎的照片 他将照片一张一张地拼凑起来 上面有狗蛋开会的笑容 晚上狗蛋拿着锤子 想杀死这个诡异的模特 这个时候 他看到墙上被拼接起来的照片 瞬间下不去手了 第二天 他买回一个新的浴缸 决定把模特当成女友 好好过日子 模特却走过来 伸手撑起狗蛋的嘴角 想看狗蛋发自内心的笑 可狗蛋哪里笑得出来啊 镜头一转 模特给自己画上鲜红的指甲油 看着睡在床上的狗蛋 笑得春光灿烂 这时狗蛋醒了 一根管子正插在他的胳膊上 像贴着他照片的模特书写 模特缓缓靠近 说了句 有你的笑才完美 最后蒙上了他的双眼